大家好,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来给大家说一说高低糖酵母粉的区别和用途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酵母粉是发面面食不可缺少的一种添加物 平时我们去购买酵母粉的时候会发现 通常包装上会写有耐高糖型酵母粉 和普通的高活性酵母粉 那么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? 其实这两种酵母粉是对糖的耐受度来区分 普通酵母粉对糖的耐受度在7%左右 跟糖量过高或者超过7%会影响发酵效果 甚至发不起来 普通酵母粉适合做低糖或者无糖的发面面食 比如馒头、包子等 耐高糖酵母粉对糖的耐受度达到30%左右 适合做一些甜度较高的面食 比如甜面包、甜甜圈等 耐高糖酵母粉不但适合高糖面团的发酵 也同样适合低糖或无糖面团的发酵 而普通酵母粉只适用于低糖和无糖的面食发酵 耐高糖酵母粉的发酵温度在25度到35度左右 如果室温低10度或者高于45度 酵母活性会降低 超过55度酵母就会失去活性 而普通酵母粉在低10度高于45度的环境中依然能保持活性 看完以上的视频对于酵母粉的区别和用途都了解了吗 快转发分享给更多不知道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